用这饭店我敢说 开到中国任何地方都火 你根本拒绝不了 开饭店的 今年赚至少一千万以上 他卖羊肉串怎么卖 一块钱一串 所有串一块钱一串 随便拿 放开吃 今年开了仅仅二十点点 他说我叫大傻烤肉 他为啥要大傻烤肉 袁老师跟着你学学都傻了 直到送东西了 今年夏天我去西安讲 他非请我去吃饭 请我们整个团队去 原来卖一块钱一串 他又涨了一毛钱 我说你涨 可不要再涨了 所有串随便吃 先来一百串 随便拿 放开吃 饭店的装修破破烂烂 连服务员都没有 用这白灰个墙粉着粉 你看人家说大傻 总犯傻 有时还发愣 所以不提供热情服务 只负责把菜端上装 茶水自己倒 酒水自己开 没服务 菜便宜 不用提意见 啥事你自己干 客人也不挑毛病啊 就是傻了 别人都很轻 别人六块钱一串 八块钱一串 我卖一块钱一串 就这 生意火了 你看这单子排一排 今年我去的时候 它是三家店 它又开了 我第二次去的时候 它开了十三家店 所以我今年开二十家 你说炒烤店 去开二十家店 每个店 平均一天卖两万五 二家店一天卖五百万 今年赚一千万 没有一点问题 它的店的投资 我告诉大家 大家看着 投资连个板凳 缩两盒 告诉我根本没钱 没有投资 这就暗度陈藏 你说这个社会缺钱吗 根本不缺钱 这缺的啥呢 今天让你敢 让大傻鞋 九块九卖六只 你敢卖吗 我告诉你老公不打死你 鞠马店的小女孩 学完我的课 鲍鱼 卡 免费吃 这些饭店 我今天到此 开到哪儿哪儿都会火 你知道他给我发了微信 他说 袁老师 我长这么大 没见过这么多钱 我的饭店 一天收了三十多万 我开了个这个小饭店 我一天都卖个万二八千 我长这么大 没有见过 真的一天一个饭店 卖了三十多万 鞠马店 所以说呀 你到为啥缺钱吗 就是认识袁老师比较晚 我跟你再讲 许强是最豪华的洗衣中心 他跟于东南也很熟 投了三千多万 老大姐找我 老大姐说 你看那三千多万 投了投了以后 都做压了很难受 我说我这三千多万 我给你干回来咋办 我说我给你出的方法 我说你一张门票卖多少钱 他一张门票卖五十九 我说你敢不敢 三百六十五块钱 半张卡 全年在你的酒店 免费洗澡 他说那我还赔呢 我说我给你算个账 我说他来洗澡 他跟煮饺子有啥区别 就那一大盛水吗 不就是饺子汤混点 停点而已吗 女童这不就淋浴冲冲吗 我说敢 一张卡三百六十五块钱 来我的这种酒店里边 一年不限次数 免费洗 仅限本人 我说你就办这一张卡 十个字都往上办 我说你在许长市 如果办一万人 会是什么结果 你白赚三百六十五万 我说你办两万人 就赚七百万 人来洗澡了 我告诉你 洗澡就不消费了吗 洗发水就在消费 毛巾就在消费 搓背就在消费 吃饭就在消费 打个打印度消费 告诉你 全消费就成了 听不懂的人会说 你们学会我这种思维 我敢保证 此生不会学钱 你就看视频上 全那些东西 在皮毛了啊 视频上的东西 很多是没讲错啊 所以说你们要会学策划 在策划当中 一切为我所用 就是这样 实际很简单 我给你讲讲 你们都知道了 那么你们想赚钱 就得把脑袋开放啊 解放思想是最大的生产力